嗯? 味道還不錯 好汁 基本上吃到瘦肉和薯粉的一種煙韌口感 上集帶大家去下門近年很受年輕人歡迎的景點 沙坡美附近吃了一餐人均只需90元 還有龍蝦食的海鮮大餐 今集正式帶大家去下沙坡美 沙坡美自清代開始就是一個避風塘 因此被視為廈門港的起源地 不過自從20年前對出海面起了一條行車天橋 檢武大橋 阻擋了避風塘的出入口 導致大格少少的船進不來之後 這裡就開始抹落 但是始終這裡對下門人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由2014年開始 這裡就被活化成為文化創意園區 整個沙坡美其實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由水產加工廠改建而成的藝術西區 以及舊時避風塘附近的文化街的範圍 先說說藝術西區 和其他文化創意園區一樣 這裡也有不少café和打卡位 也有文創市集 但是這裡由於搞得比較成功 人流比較旺 所以感覺上打卡位保養是做得比較好 café和文創市集也是比較多選擇 不過我更加喜歡的其實是文化街的範圍 有一些新興很適合打卡的店鋪進駐的同事 也保留一些傳統的舊建築物和部分舊商戶 在這裡走真的有一種新舊交融的感覺 我甚至覺得有點像去台灣的老街玩 話說在這裡逛逛的時候 無意中讓我留意到街中間的這一間 石花洋土清是有很多人排隊的 所以我就忍不住去買一杯來試試 這間店主打的是一些海石花飲品 所謂的海石花其實是類似大菜糕的東西 只不過是透明的 而敏南和我鄉下潮山地區一帶的人 會喜歡將它們做成一條條 像薯粉一樣 不過老實說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來到這裡我最主要都是想試試 它那些加落海石花的東西 下座杯最招牌的石花洋土清 這一杯是大杯的成為22元 大杯的確是很大杯 下單的時候老闆娘強調所用的洋土是鹹洋土 經過醃製鍋 嘩 滴兒子我好鹹 好像喝加鹹版的鹹檸七一樣 帶點甜味和洋土的清香 這麼甜味 我覺得對喉嚨很舒服 大熱天使喝這一杯東西 感覺就合適了 吃完海石花之後 我們就繼續在附近逛逛 其實藝術西區走過少少就是廈門的新地標 世貿雙子塔 不過這裡相信很快就要改名了 因為第三棟大樓已經快來完工 另外雙子塔去到夜晚外場會播放一些 很有廈門特色的動畫 都挺有趣的 而在對出海面上就有一個觀景平台 由於這裡向西 加上可以軟跳到鼓浪醉 是一個很適合看日落的地方 在中山路北面靠著BRT站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做白市 據聞那邊是特別多東西吃的 所以今晚就過來這邊找東西吃 先來了一間專門買大銅鴨竹的店 店舖、麗絲、鴨竹 究竟是甚麼 進來之後就發現 在菜單上面其實就有點像車仔麵 都是有不同的部位可以選擇 所有配料都可以自由配搭 你想吃多少款菜就可以吃多少款菜 但其實它本身都有三款不同的配搭 所以我就簡單點叫了最貴的那一款燒排鴨肉粥 裡面有鴨肉、鴨心、鴨腎和鴨腸 另外還有一碟油炸鬼 其實廚房那裡就有一個櫻桿 本身就放滿了各個鴨肉部位 放完蛋之後 阿姐就會在上面 每個部位都會夾一些 然後就幫我剪碎它 放入碗裡面 最後就淋一大匙滾的粥下去 因此就算那些鴨肉部位 全部都是放到冷冰冰都好 其實來到現在 整碗東西都還是熱辣辣的 而淋下去的那一個粥呢 第一就應該是有加到一些老汁下去的 因此整個粥其實是啡啡的 第二 那些米粒還是粒粒分明的 就有點像我鄉下的潮州粥一樣 先來試試這個粥 是一個比較有咬口的粥 我甚至覺得口感會更加像湯飯 多過像潮州粥 這個老汁也的確挺香的 就這樣吃下去已經吃到很香的香料味道 不錯 不錯 之後就來試一些配料 其實整碗粥是很多配料 幾乎一半都是配料 所以雖然賣成$32一碗 其實絕對是非常值得吃的 夾夠鴨肉來試試 雖然是一些老制過的鴨肉 但是口感非常之嫩 而那個老汁其實是偏甜的 反而鹹味就比較淡 甜甜的帶了一層香料味道 也挺有趣的 再試一些內臟 鴨腸非常之爽脆 吃起來完全沒有渣 鴨心暖得來也是很彈 反而鴨腎就不是我喜歡的口感 偏軟身的 我覺得是比較喜歡吃爽脆的鴨腎 最後就試一些油炸鬼 其實油炸鬼肯定不是即炸的 因為剛才看到卡塔最下面 在滿了一袋袋的油炸鬼 那次已經完全變軟了 但是剛才拿東西吃的時候 阿姐就提醒我 油炸鬼是讓我浸在粥裡面的 浸滿它 才再來吃 雖然淋了 不過由於油炸鬼裡面是充滿氣孔 用來吸滿了那些充滿香料味的粥水 的確是有另一番風味的 吃飽飽之後我就過了去對面的百市行客 不過其實老實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露天街市 除了挺壁夷和有點髒之外 也都有於這裡開了很多專門做遊客生意的海鮮餐廳 這餐廳為了拉客都做得挺進取的 不單止會攔住你 叫你光顧他 我甚至試過真的被他們拉住 所以除非你像我一樣 真的想入來光顧裡面的其中一檔 不是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大家特意入來走 那哪一檔東西有這麼大吸引力 令到我在這個這麼惡劣的環境下 都這麼願意千辛萬苦地走過來光顧他 就是這檔買炸五香的百市阿傑五香 雖然他上了必吃榜 謝霆峰也都推介過 好像是一間網紅店一樣 不過不單止我的廈門朋友又跟我推介他 可惜鴨燭的時候也看到有本地人拿著他的外賣 因此我就很想試試看是不是這麼好吃 但由於來到那時雨勢都挺大 所以我就決定買回酒店才試吃 臨到全身濕透 終於回來酒店可以試試這個炸五香 一條是剩為四蚊雞 而我這一盒是三條的份量 炸五香其實是用上腐皮、豬肉、洋蔥、五香粉、蕃薯粉等材料做成 然後再放入油中低溫慢炸 剛才阿傑還幫我切到一塊塊小塊才給我 不過由於剛才避魚避得太久 因此老實說現在整碗東西已經變得冷了 所以相信很大機會應該已經完全不吹 但味道還不錯 味道很汁 而且吃到一些瘦肉和薯粉的一種煙韌的口感 甜甜的 帶了一陣很濃烈的五香粉的味道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去吃 很有敏藍特色的沙茶麵 如果想看上一集吃人均不用90元 還有龍蝦吃的海鮮大餐的影片的話 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按右上角的挨子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